登記拖運行李接不完的電話 華航機師罷工即使快要落幕 但地勤們恐怕才是忙碌的開始 急法第49條 以及輪班間隔小於11小時的部分 肩膀停起來就是大力給它開罰下去 北市府也來突擊 華航松山園區進行勞檢 就怕地勤工作嚴重超時 因為一本名為地勤機密的新書 作者強調支持機師合法罷工 但他也心酸點出地勤空勤 工作時間的定義差很大 地勤的角色就是後勤 如果從服務的觀點來講 地勤機師這個都是整個服務的 各個的環節 學者點出航空夜市協同單位 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但也因此倘若飛機延誤40分鐘 地勤就要跟著加班超過40分鐘 還沒起飛地勤就已經超時工作 華航公司不要只是假尊重 到機場地勤這樣看一看 就好像沒有事 如果真正尊重我們地勤人員的話 不要讓他們違反勞機法的 這樣子的工作 對地勤來說最晴天霹靂 就是當機長說抱歉機組人員超時了 為了安全不能飛 班機取消此時地勤人員 就要留下來加班善後 如果沒有充分的休息 對一個駕駛來講 其實就跟喝醉酒一樣 飛機可能是100個人 200個人的生命 40年在飛機 但最後我會被判斷208分鐘 這一句話也許是所有 罷工機師的心聲 安全無法打折 大家都同意 但另一頭外界也忽略 這群地勤無名英雄 尤如華航的廣告 地勤得練就強大應變力 當飛機停飛 地勤就得善後 先幫旅客接洽飯店 安排接駁車輛早中晚餐 更要在第一線承受旅客的怒火 一場罷工才得以讓外界看清 光鮮亮眼的航空業 有難以說出口的心酸血汗 更別說旅客的安全 該跟誰爭權益 東森財經新聞魚群林一哲 台北採訪報導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